熱騰騰的花雕鴨上桌 酒香敷筆一切開 肉汁流出 鮮嫩的肉質搭配特調醬汁 口味不特 從這個生鴨到最後做好 大概差不多要四天的時間 其中需要一天24小時的時間 來做醃製 花雕雞泡麵行 帶動花雕雞商機 各式料理出現搶客 空除業者推出花雕鴨 來搶供年菜市場 五星級飯店也來搶分一杯羹 酒鹽雞肉過油 接著用蒜頭 老薑 黑麻油爆香 在道路花雕酒 將所有食材大火快炒 起鍋鋪在麵條上 花雕雞乾麵就大功告成 當時這個花雕雞泡麵的新聞出來之後 我們就開始會觀察時事 那就開始做一些构思 如果不想花錢嘗美味 民眾在家也能DIY花雕料理 將酒鹽牛肉過油 炸到半熟 接著汆燙香菇 筍片 以及紅蘿蔔片 可以加一點鹽巴跟油 它汆燙起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第三個步驟是用蒜頭 辣椒 蔥爆香 再倒一匙半蠔油 兩匙半的花雕酒 陸續放入糖 胡椒粉 太白粉 各一小匙 最後放牛肉 蔬菜 大火快炒 四人份的花雕炒牛肉 做法不用十分鐘 花雕酒也不能放太多 因為如果放太多的話 它會吃起來會苦 對 因為它是屬於黃酒類的 廚師強調做花雕料理 要特別注意花雕酒的量 不宜加太多 否則會變太苦 影響料理口感 季爾東 巨廣越方 台北桃園報導